欢迎收看新闻透视 9月是开学季节 教资会早前公布 今个学年开始 在八大从事研究的本地碩士博士学生 都可以获豁免不用交学费 多年来本科毕业后 会继续学术研究的香港学生比例不多 政府提供经济有因培养人才 有多大作用呢 在人才争夺战之下 拥有碩士博士高学力的毕业生 应该不用愁出路问题 但现实是他们的选择不是那么多 一些非本地的研究院毕业生 宁愿回去内地都不想留在香港 本地培训了高等人才 为什么留不住他们呢 当过近日推出博士专才库计划 资助指定的机构 聘请有科技工程等博士学位的专才 不过在人民、社科等领域 同样需要专才 承传文化、改善社会 又有没有措施鼓励他们走上研究之路呢 今集新闻透视讲到这里了 下一集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掌握